7月最后一天,霍建华离心如在巴黎岛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浪漫的婚礼 话说,霍建华自2004年转战内地后,事业风生水起,感情生活也丰富多彩 下面我们来扒一扒霍建华初代以来的十段风流情史 1.张尚涵 霍建华与《海童湾恋人》里跟张尚涵有大量感情戏,而戏外两人疑似假戏真做 不过张尚涵却回应称两人只是好朋友而已 2.陈乔恩 陈乔恩是霍建华入行后唯一承认的女友,后因两人想要的不同等原因奔道扬镳 3.关芝林 霍建华和关芝林结缘于电影座头,剧中两人有数段激情戏 剧组人员爆料,两人玩姐弟恋,不过随后电影下档,两人的恋情消散在风中 4.林伟军 2009年有媒体拍到刚刚失恋的林伟军与霍建华优惠的照片 当晚两人与夜店喝酒作乐,整整玩了三个多小时才一起离去 事后林伟军否认两人交往 5.2013年8月,有媒体爆料称,正和李晨热恋的张新宇疑似脚踏两船搭上了霍建华 两人曾于杭州开房,迫使李晨像张新宇提出分手 对此爆料,霍建华方极力否认 6.唐嫣 两人因拍摄金玉良元才燃起爱火,恰好当时唐嫣刚与秋泽分手 霍建华对其非常照顾,进而成为情侣 7.霍建华跟唐嫣的恋情瞬孝传上时 有网友却爆料,霍建华和楼一销才是一对 早前楼一销在拍摄爱情悠悠药草香时 曾分享过一张霍建华探班的照片 照片中两人亲密依偎,关系非同寻常 但更多的人质疑是恶意炒作 8.夜玄 2014年5月底,有香港媒体于恒念拍到夜玄和霍建华在台球桌前打琴骂架 之后更共撑一把伞在雨中牵手漫步的场景 疑似坐实恋情 9.公关小姐五味评 2013年国庆节期间,微博名为五味评的网友 职业室酒店公关小姐爆料称 有位大明星到他家 网友通过蛛丝瓦记分析出大明星已为霍建华 10.赵丽颖 赵丽颖和霍建华于花千古里上演了一段金氏师徒虐恋 戏外也曾传出绯闻 当时有网友扒出 两人在参加活动或综艺节目中亲密小动作 佐证两人确实彼此爱慕 不过两人却竭力否认 霍建华甚至笑称两人是妇女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